公投其實才是我們最近要面臨到的議題 可是很有趣的事情是什麼東西呢 昨天蔡英文總統跟美國商會一起吃了這個美牛漢堡 但是美牛漢堡在國民黨的角度才應該叫做毒牛漢堡 我們來看看吃漢堡的畫面 大讚美國牛肉相當美味 總統蔡英文和AIT處長孫小雅一起出席美國商會70周年慶祝活動 小漢堡也來一份享用美食互動熱絡 還有新北市長侯友宜 桃園市長鄭文燦 新竹市長林志堅等都參與盛會 孫小雅更盛讚台灣產業占全球重要地位 台灣是亞洲的紫蘭川島 它是世界中的軌道環境環境 一個剪刀的經濟技術 從5G到5G到4G的智能 台灣是唯一七個大量的貨品 在2020年最終的唯一 台灣是為了共同共同共同協定的合作 就是CPPPP 在年秋天的項目 我們從中國像新西蘭和其他人的項目 蔡英文特別藉此場合 再提台灣申請加入CPTPP 争取各国支持拓展台湾国际空间 也反映在蔡英文国际声量上 富比士公布2021年全球百大最有权势女性 蔡英文从去年的第37名一口气上升到第9名 原因包含两岸关系处于数十年来最紧绷 蔡英文寻求在地缘政治中捍卫台湾民主 以及台湾严格疫调追踪 防疫成为全球典范 同一份名单中 第一名是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前妻慈善家史考特 第二名是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第五名则是比尔盖茨前妻梅琳达 我国总统在险峻的疫情和国际情势下突围 获得全球瞩目 三岁流行张会起来就小组台湾到 是杰明哥有时候其实我们看新闻要懂得看新闻 要看门道 蔡英文当然是民进党的重武器 当蔡英文去下去挺林静怡的时候 表示民进党全部请全党之力 全部斤了 这个东西也非常有趣 因为大家可能只会觉得是个单一 蔡英文跟美国三会的这个对谈 但是很有趣的是蔡英文当然 你看喔 脸书上特别弄了一个他吃汉堡的画面 吃汉堡就吃汉堡 这是美国食物吃汉堡哪里奇怪 蔡英文特别说了 我和孙小雅处长一起品尝 碗页所准备的 美国牛肉汉堡 他意思是什么东西 国民党不是说是毒吗 难道大家都在吃毒品吗 这句话其实是一句话把 这个国民党双标就已经揭露出来了 就是我先说这个环境啊就是 美国商会在台湾70年了 但是如果你跟美国商会在 就是有接触的人 他们都说 这两年美国商会的气氛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现在美国商会的这个 这个气氛是越来越热络 那更多的美商很容易很想要加入到 这个美商的这个环境 而且他们事实上是跟美 美国的这个所谓的 就是美国投资写联盟 他们已经连在一起 为什么呢 那台商呢现在美国呢也是非常的活跃 这跟往常就是基本上 你只要是在商界部分 基本上都是所谓的中资 好 你想看嘛 只光中国在华尔街挂牌的数量 就已经227家 市值超过2兆美金 所以在过去他们说台商觉得 在这两年 其实疫情前就有 就是川普时代 当美中贸易开始打的时候 他们突然发现到一件事情 每个美国的这种招商会议呢 一定会发通知给台商协会 要求台商协会一定要参与 所以本来预期在这个疫情当中 他们要办很多的活动 所以疫情的关系 就慢慢的消失掉 慢慢的暂停 但是双方的那个热烈程度非常高 我跟是一个就是在美国的这个台商 他们说最近我们走路都已经带风了 以前都是看到一群那个中国人 讲咱们这么做就嫌慢 你们台湾就是帮我们忙 这是啦 好了 现在不是 我们就现在说 现在中国在旁边 我们台湾就是这样啦 所以你说那个气氛很特别 那巧的巧我们都不知道 其实原本这个美商协会是台北美商协会 是挂台北 但现在已经挂成台湾美商协会了 他这边也写 他也是hashtag 台湾 导播我们带大家的地方 这边他hashtag也写 台湾美商协会 是 所以已经看得出来 其实美国对于这次的莱猪的议题 肯定是高度的关注 就是无庸置疑的 那这里面其实要分三个层面来做思考 我说的三个层面是什么 第一件事情 他这是一个快节奏 就最段时间 突然变快节奏 针对莱猪加紧的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最后紧迫的盯人 好像分数已经非常接近了 然后大家在这个 就是禁区里面紧迫的盯人态度这样 你看哦 就在前几天莫名其妙的就是 这个 我们刚刚讲的就是美国跟台湾就 突然签了一个台美科技架构 对 你知道这台美架构的金额是多么可怕 这是高达3500亿美金的一个市场的规模 就突然间又签了这个事情 表示说我们很在乎你 接下来你看哦 这个孙小海怎么说 事实上我们现在农业的贸易程度呢 是他特别先讲农业 而不是讲他 我们是他第九个这个贸易商 他说农业 农业我们是第七个交流的 全球第七大的一个农业交流的市场 对 我们台湾这么小 竟然是第七大 表示我们吃了多少牛肉 美国进了多少茶叶 对 好 那接下来你要看哦 接着没多久 今天又有一则新闻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 美国亚太的这个亚太 就是副助理国务卿 说一句话 他们会在尽快的时间呢 去思考这个就是台湾的 这个驻美的代表呢 变成是台湾代表 美国出手了 一招一招指向美租这个议题 这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就是说他基本上已经要 组合拳的概念 对 已经要快节奏了 对 这件事情就是其实 我们知道美国其实要支持台湾 哪个不论是马英九 或者是蔡英文 他们要支持哪个人当总统 说他是快节奏 你还记得韩国瑜 当时那个美国那个出场跑去 韩国瑜那边 讲完赵韩国瑜 韩国瑜就说 我就说我不要去美国 那个态度有多么的直接 他们不会跟你们 美国人做事情 他不会跟你灰色地带 他就是直接说清楚了 所以就是说呢 事实上可以看到 美国现在非常高度的专注 这个台湾 那最近有一个是 这个国防授权法嘛 观众长总统 四条是跟台湾有关的 这里面其中一条 绝对不可思议是说 直接 他直接讲台海有战事 美国不是自卫啊 不是提供台湾自卫哦 是要直接介入哦 这是总共7300多亿美金的 这个国会授权法 那里面已经明载了 清楚的台湾的地位 所以你看这段时间都在这个 当然我不能说这个 美国这个授权法 正好是为了台湾的莱猪 没有那么重要 但是这个时间点都非常巧合 都在我们莱猪公投之前 一波美国是一波一波告诉你 这件事情你们不能违反国际的一个 所谓的标准 对 那我们这样 我们今天讲 我们扣除一切的事情好了 不论以前蔡英文也曾经说过 美牛是毒株哦 我们先扣除这些事情哦 我们把这些扣除掉 关键点是 我们要不要相信国际标准 对 全我们台湾是一个法治 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民主介于所谓的法治 那国际间在WHO已经说了 这个COVAX的法典里面 就已经规定10个PPM 10个PP 好之下 PPM 那么是可以被容许的 这就是国际的一个标准 我问一件事 国民脑要自决于国际标准吗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当你投下反对莱猪标的时候 就是把你自决于国际标准 对 那我们现在不要说什么 那我刚才讲 你干脆不要投资股票 你不要买元云咒了 因为现在未来的元云咒 也会有一个国际标准 对 你也不要买PC了 因为PC也国际标准 所以我们谈这件事情 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 说台湾人不能自私 我就前任 我想到一件事 我就觉得很难过 就是说百分之 现在已经降下来嘛 早期是百分之六十的人 投票说要反对莱猪 却有百分之六十 台湾认为说美国来帮忙 哎 美国凭什么帮忙啊 里面莱猪 他们不见得要你莱猪进来 他就要的是一个公平贸易的准则 对 那如果这件事没过的话 你要知道 美国的那些农业 农业大限 因为美国其实是全球 最大的农业生产国 那些农业州的参议员 众议员 他们具有关键的位置 哎 你如果这不过这些人 怎么来支持你 所以呢 这次这个所谓的进口商 就讲很白了 我怎么可能进来猪 来砸我自己的脚呢 对 非常非常谢谢杰明哥分析 我想问一下褚英姐 其实有些事情看门道啊 坦白讲 你看他的标题 当然是说跟美国AIT 还有台湾的美国商会的 庆祝活动 看起来就是一个 普通的庆祝活动 可是两个美感 一个美感是他们去吃 美国牛肉 可是在谈到美国牛肉的时候 很清楚他说 不论美猪或美牛 只要符合国际标准 大家都不用担心 意思是 看起来是个美国商会的场合 实际上谈的是公投议题 台湾跟美国合作 另外就是议题 我要大胆挑战民进党 你们民进党是不是觉得 其他三个公投 差不多战场都处理掉 最后一个决战 其实是在美猪公投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 大多数出来呢 我必须老实说啦 就是比如说重启核四 或者是公投庞大选 以及像现在三阶 他可以一个一个被去解决 或是说服民众 我们假如把它讲清楚的部分 是因为他很多事实是摆在眼前的 但是我也必须讲 台湾就是一个美食的国度 然后又是一个民以食为天的 我必须讲 就是说当他被无限上钢成一个食安的问题的时候 就是完全你无法意测的时候 确实是最难说服的 我自己承认 坦白说 那么比如说 那为什么我们会认为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跟大家解释是 因为他真的就从来不是一个食安的问题 对 一个国家 他绝对不可能叫人民去吃不安全的东西 对 那么另外一个国家 像美国这样的国家 他自己自诩为这个所谓民主阵营的老大哥 他也不太可能就是说就摆明了 把一个不安全的东西 他一定也都是像刚刚杰明说的 经过国际的认证 他们自己也吃 这就在这边了 那么所以当然 我觉得现在最需要让民众了解跟清楚的 就是跟国际贸易 跟台湾未来的国际关系是有关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做这个部分 那么刚刚我其实特别有提到就是在 蔡英文总统在礼拜天 这个礼拜天 他讲的这个社会力当中 他就找了非常多的各行各业 那么其中也还包括一些 台湾的这些肉品的进口商 这边肉品的进口商就一直的在强调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问题 当你被无限上纲成一个食品的问题的时候 这是最最廉价 但是也最需要被民众认为 这是完全错误的引导 为什么 你看嘛 他们这些肉品进口商 这些年来大家去吃火锅吃到饱 都要吃安格斯牛美牛 对不对 然后吃牛排也是都要吃美牛 你都觉得好吃 所以在以整个进口商来讲 他们担心的是什么 如果你今天 烧到牛肉了 对 如果今天在饲料当中 添加莱季的猪肉 你不能进来的时候 他们其实担忧的是什么 那当莱猪不行的时候 那么在饲料添加莱克多巴胺的牛肉 是不是接下来就是下一个 对他们来说是 其实这些年来 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的认为吃美牛 然后好吃等等的过程当中 那么他们希望就是站出来告诉大家 一个被恶意操作的恐惧 一定是存在的 对 可是你从大 比如说远的 从刚刚讲的国际政治 对 然后以及跟美国之间的情谊 以及我们如何跟国际做朋友 对 这个 但是回到跟大家有相关的就是 哎 其实你这样是可能连 美国猪肉进 美国猪肉之后 那就可能就是被看准就是美国牛肉 这个是他们担忧的 我讲白了 就是台湾的台积电 它所生产的这个晶圆的 所谓半导体要够好 对 那大家才会用 对 同样的在这样一个世界贸易交流的过程当中 当然 最重要的还是一种彼此之间的互惠跟市场 对 那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说一直被卡在一个大家无形的恐惧当中 确实是我们需要花更多的力气 去让更多人了解 所以为什么会最近你帮我看到的 你看吃这个所谓来牛的汉堡 独牛汉堡 没有 根本不是 没有说实话 这真的都是一种恶意的 情绪上面的操作 其实你现在走出去 你到所有这个所谓饮食店餐饮店 你有卖牛肉的 你自己去看大家其实这些年来 如果不是被恶意的操作 其实大家在生活当中 就是会有一些口味的选择 我也必须说 就像孙小儿讲的 他们在美国 甚至于像会计师公会的理事长也讲了 美国的高官你把孩子送到美国去的时候 那他是不是吃美国的猪肉 难道你又是一比利猪吗 所以这些逻辑上面的错字跟错乱 我觉得认为最后的10天 我们确实是有义务把它讲清楚